有的时候真的不要下 吃药就可以了 但是治疗的法则都是这样子的 那奇门呢 什么胸邪苦满 乐下痛啊 肝脏痛啊 静取穴 本来就是肝的木穴嘛 都可以下针 同时你可以教病人揪 我们常常做法就是 我们下针因为病人不懂得下针 我们就帮他下针 下文针在奇门学上画个大圈圈 你就回家自己揪 他回到家晚上看电视的时候一边在揪 就是看那个震论性的标刊 看得火大了 本来肝脏就是木伤肝 就看得很火大 一起来揪了半天 好的气息给你一怒就没了 就要看一些赏息悦目的东西 或者一些悲的东西 苦练花那种 很苦的那种片子 看得会流眼泪的 一边揪一边看那个 那肝脱酸 酸味 所以肝有问题的时候 藕酸 他们会吐酸啊 好 我们都可以知道这是肝脏的问题 好 那就可以用揪的 好 那 这个 第七十一页 曾经大臣去卷九 七十一 好 那一卷下方那边 讲 这边就讲了 热入雪是男子犹阳名 而下山雪 下山雪 这个摘与夫人越雪 来是正好 邪入 这什么意思 就是 当女人呢 月经来的时候 正好得到感冒 得到伤寒表症 太阳症 因为月经来的时候 奶水之后往下走 你外面表 一得到感冒的时候 这个感冒的病毒 顺着奶水 直接进入子宫 好 叫做热入雪是 好 那我们当时 书上讲脚柴乎汤 那他脚柴乎汤 脚柴乎汤太慢了 好 我们砸奇门 那你不过砸奇门怎么办 脚柴乎汤还是来得及 所以你还是来得及 那当然扎奇门也很好 至于说 他后面说什么 太阳烧烧地面 这都是伤寒论里面的 周围捷凶啊 什么都伤寒论里面的 好 我们介绍到那边的时候 我会跟周围再详细 在介绍十五大落之前呢 跟周围 现在我把一个总结尾 身上呢 我们有经 有落 大家现在了解了 你们学到十二正经 经与经之间 还有落 所以每一条经上面 都有个落穴联络的 中医的观念里面是这样子 中医认为说 圣呢 是主先天 这个圣像两个根 因此 十二正经 全身的经 十二正经 全部根来自圣章 圣章就好像一个树根一样 长起来 哇 经过开始开满了 树枝 树叶 分布到全身上下 这是中医的观念 所以中医认为 第一个胜 第一个胀是什么 肾脏嘛 好 肾脏 那由于是肾脏管先天 它成长的枝叶 遍布到全身四肢末梢去 我们病了 有外 有内 有两种因 外因 当我们人身体 感受到外在的风 寒 鼠 风 寒 鼠 湿 噪 噪 热 这种 由于 节气上 的变化 我们人身体受到病了 这是外在的 那外在受到病的时候 先受到 这个 落上面 落是最细的 那再传到经上面 再传到经上面以后 会传到腹上面 好 就外 往内传 但是如果我们的脏 你每天在那里早上起来 又是是啊 又是虚啊 又是呼啊 又是吹啊 又是是啊 对不对 脏气很强 这个病呢 最多只能到腹的位置 进不了脏 好 人会 有病 一种是 就好像你想 想一棵树 这是树根嘛 一个是树根开始有问题了 当然会影响到树的寿命 还有呢 树脂有问题了 那个病毒一直 就是影响到树根 也会有问题 这个是一个观念 好 所以你们 我一再讲 念中医 一定要去怎么样 物 所以我们常常要去顾身 就是掉根部烂掉 好 那常常运动活动 让四肢 让经脉 好 我们的经络呢 非常的气血 非常的强盛 这样子 不会生病 好 所以这个病由外 而内 好 还有呢 是 内由外 内 从内 往外走 就是我们情字 喜 怒 憂 思 悲 恐 那这种情字呢 也会造成人生病的 好 过喜过怒 过忧 过失 过悲 过恐 都不好 也会造成人生病 好 还有呢 就是 吃东西的 应食 来自饮食 好 饮食 那 你呢 每天打坐 清平气和 然后你又练功夫练得很好 可是你吃的蔬菜呢 也荣耀很多 对啊 还是这样 或者你不知道 当年这个地下的埋的是死猪 口蹄翼的猪埋在下面 你这上面种菜 或者是你在下游种菜 上面的死猪埋在那边 那个地下水 都顺着下来 对不对 好了 那 必有口入 好 这些都是 致病的原因 好 那 所以我们 整个经浪学的重心在哪里 就在 障汉府 所以我们一直要把肾脏 顾得很好 人就长寿 所以中医的 一开始的概念就是 我们要把肾脏 顾得很好的话 由肾脏来决定 人的一生的寿命 可以走多少 可以走多少 好 这就是经浪 你现在学了很多经浪 现在总归根就来自肾脏 来自肾脏 那树径长出去的时候 有12颗很大的主干 那旁边有多小的肾脏 中间呢 以15条最主要的肾脏为主 这就是我们的15鹿 鹿有15 有15个鹿 12斤各有一个鹿 再加上任麦的鹿 就是九尾 都卖的鹿长强 在皮子大鹿 大包 大包总统诸鹿 合为15 大鹿 我们人身上呢 胸腔 我手就不画了 画个虚拟的手好了 免得有的人看 不晓得我在干什么 这个脖子这样子 背后这样下来 这是人的侧面 前面落到九尾 后面呢 落到第11锥 第11锥呢 我们下针的这个底下呢 就是第10锥 下 我们下针的地方 在第10锥下 就是砸在第11锥上面 这个横过来呢 就是我们的横隔 好 横隔 这个横隔 好 这个横隔 这个心脏 正在隔的上方 所以中医认为 心气 止于 隔 所以心气呢 最多就是到隔 当心气有欲结的时候 我们在砸针的时候 我们在砸针的时候 天突 巨缺 官员 砸完以后 心气会遇到 集中到第10锥下 趴过来第10锥下 因为那个第10锥后面 正是 后隔 心气 中止的地方 所以 预期会从这边散出去 好 那这个阁呢 跟包膜 心胞 跟内脏之间的 三交的游网 通通是属于三交跟心胞 好 那是把三交心胞抽出来 就是五脏五腑 把它放进去 五脏六腑 就是这样来的 好 那注意看 卷九 八十六月 先看我们那个 十五个落脉 十五个落脉呢 八十六月最后一行 好 守太阴的别落是 裂缺 裂缺 好 落 我们在落穴上治疗的时候 这个落 不管他是虚症呢 实症 通通是在落穴上 都可以 好 那阴金阳金都有落 好 裂缺 好 注意看 这个就可以看了 我们会用到的 好 实症呢 手掌过热 谢 虚则 好 打哈欠 小便 瓶料 用补 好 那补 等下我们 那个 十五月落 讲完以后 讲取经八脉 八脉完了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介绍 真词的手法 补蟹 好 那再过来 守稍微音心经的别落 是通理穴 好 由于心经呢 你看这里就落 心经呢 直接落心中 记在舌本 舌头的根部 好 所以舌头底下 有个有动脉的脉管 在下面 好 它属于木系 好 实则之满 虚则不能言 好 心气虚的时候 不能讲话 好 口不能开 好 那绝音的别落 是内观 内观穴 好 那心实 心痛 好 胸口痛 好 虚则头呛强痛 好 这个组稍微 平常有空看一下 好 这是十五大落 手上的 手太阳的落呢 是肢阵穴 好 肢阵穴 最主要是我们生油 身上皮肤生很多油 我们可以在肢阵上面下针 好 好 那手阳面的落偏力穴 好 偏力 好 那手上的落呢 是外观 好 诸位记得 外观 我们搭生死桥的地方 好 生死桥的地方 好 那虚阵 实阵 都可以在外观上下针 好 太阳经的时候 那个竹太阳的落 飞扬 好 好 那那个竹上的落 就是光明 好 这地 落通通记载在这边 梁明的落是是蜂龙穴 好 蜂龙穴 那 像竹太阳脾经的落呢 公孙 好 公孙一种充脉 由于充脉直接往上走 所以胃气 任何的肠痛 腹痛 好 恶心胃痛 通通可以用公孙穴 竹少阳的别落呢 是大宗穴 好 大宗穴 这就是通通在这个地方 好 那干净的落 那个干净的落呢 离沟 好 离沟穴 好 那任麦的别落呢 您平一就是揪尾 好 就是揪尾 好 独卖的落呢 大 长墙 好 那再来就是 痞子大落 何为 十五 好 十五落 好 十五落 那 大落 落有病的时候 就是后面讲的 全身都痛 胸穴的地方 全部都痛 当你分不清楚 你看到胸穴的地方都痛 你说这个震惊也不是 它只是落 好 胸口 胸鞋盘 那你就可以下 好 这个大包 如果落脉虚的时候 百节尽重 就是 全身松的 没有办法握全身松软的 好 就是虚症 虚症 实症 实症呢 我们都可以在 这个落脉上下针 好 落血 好 落血上 好 那再回过头来 我们看 这个八十四页 真具大神 卷九 八十四页 这个八十四页呢 就是开始介绍 奇经八脉 好 那诸位看第一条 都脉 好 都脉 都脉 都脉跟 都脉都学过了 我画一个 这个脊椎骨呢 从这边下来 一直到尾椎那边 尖的 尖的 这是都 大家都现在了解 全身的阳气 会在这边 都脉的脉气呢 源起 刚开始 源头 起在 这个 取股这个地方 就是 男人小便的地方 女人小便的地方 旁观的地方 任脉呢 在里 和表 任脉在里的时候 是走了都脉 我们是人体的剖面图 在脊椎骨的 沿的脊椎骨的里面 这是任脉 我们讲的 取股中级 官员四妹 阴交气海 这个 是他的表 表现在外面的 任脉是在这边 另外一条任脉 走到里面 所以 都汉 任呢 两个是 相辅相成 所以 任 是租阴之海 所有的阴 我们通通可以管 任脉 好 租阴 所有的阴 因此呢 我们在 旁观经上面的时候 我们有 心 肝 脾肺肾 所有五脏的输血 都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在这边下声 因为他通脑 任脉 那就是阴和阳 的 互动的关系 那这个阴和阳呢 因为有落脉 有经脉 连在一起 所以他 相辅相成的 相辅相成的 诸位看到个任脉 任脉和充脉呢 都起于包中 包呢 就是女子包 讲了女人的子宫 讲了男人的金宫 男人呢 是金宫 这是 旁观 这是 小长 那旁观和小长的中间呢 有个缝隙 这个间隙 有个带状的间隙 就是金宫的所在 女人的包在这边 子宫在这边 这个小长在后面 那每个月的奶水呢 是往下走 奶水下来以后 排出来的月经 就是他的残渣 所以他的残渣是往下走的 奶水是白色的 所以金 女人的金呢 是向下走 在中间的观念里面认为 所以说 女人就没有胡子啊 这个 那男人呢 这个金也在下面 但是我们男人 不是每个月都在排 这个我们男人曾经 金生成以后 产生任何东西 提炼过以后 一定会有残渣嘛 残渣就顺着任脉往上走 走到口存的旁边 就是我们长出来 就是我们的胡须 好 那在最原始的时候 在源头的时候 是在小长跟 膀胱的中间这个地方 小长膀胱的中间这个地方 那 我们饮食入味 到了小长 吸收了以后 好 真正的我们的 精血 非常纯浓度的精血 会累积在这边 累积的 怎么进去这边的呢 是进入 先进入我们的三胶系统 我们的三胶呢 因为 落过五脏 所以五脏的精液 好的东西 从腹进入 从我们的胆小 胃大胃膀胃 中间的观念腹 是消化系统 消化了以后这营养呢 要交给帐 传过的帐里面 就是靠三胶系统进入帐 三胶指行羊 就是运送 动力 好 本来都藏在里面 好 所以我们要藏上 要藏经 心平气和 那遇到 比如我们看 这个A片 或者是这个 在夫妻在刑防之前的时候 人会亢奋 一亢奋的时候 我们五脏六幅都开始 哇 开始气血 那个气开始旺 那这个五脏六幅的元气呢 就进入三胶 一直直接进入这个 包括男人的金宫这边 接下来金宫这边的时候 好 这个从黄色 好 这里面是精血 那这个是黄色 进入这边以后 真化以后 它变成血 刚开始是血 是血 那小床 那小床如果 到 男人的 鲎湾里面 从这个地方 到了鲎湾里面以后 好 鲎湾是露出体外的 温度下降了以后 它会变成白色的 所以你看到出来的时候 金是白色的 如果有一天 小床的温度下降 温度不够 温度不够的话 下来是血 不是金 那排出来的时候 老师我的怎么 金子里面有很多血 其实金看血是一样的 源头呢 是因为小床的火不够 好 小床的火不够 那 残渣 一样 任何东西都有残渣 残渣就会流 会嘴巴 所以平常 我们人呢 金是存在三角里面的 随时会 巨角里面随时会产生 那西方的医学呢 他认为稿丸在生金 为什么 因为他是解破死人的尸体 解破死人的尸体 看到稿丸里面 有一些残余的金子 这个 这个一定是稿丸在生成的 不是 中国以前有太监 刚好木凯有太监 太监没有稿丸 照样会有金 只是他起不来 但是还是会有金 我们过去的医书 看到很多太监的这个 还是有金 只是不多 真正的生成金子 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 冲 冲和任脉呢 都起于包宗 就这个叫包宗 女人就是 这个 这个子宫 那 更细的分析的话 我们在皇帝里面还会再介绍 那 任脉呢 直接落到喉咙 好落到喉咙 这个 冲脉呢 从包宗上来的时候 任脉走中间 我们画正面 好 正面 这是任脉呢 冲脉呢 起来的时候 是沿着圣经上来的 跟着圣经是 相交的 以前还有人吵架 说啊这个任脉跟那个味经相交 根本就不要吵架 根本一定是圣经 因为充 充满 这种都属于阴的 阴经的 好 这两个经 虽然 上到身体上来的时候 是不同的走向 但是 因为 圆头是一样的 都起于包宗 所以你要有观念 观念以后帮助你诊断 帮助你自认 好 好 任脉有病的时候 女人 所有妇科里面长肿瘤 长子宫长肌瘤 长什么东西 在子宫里面的问题 通通属于任脉 因为任起包宗嘛 好 那充满可不可以帮忙 当然可以 因为源头是一样 好 所以 这就是你们以后选择瘤道的时候 会有很多 好 很多方向可以选 再过来呢 注意看这个充满 充满呢 我们人身上是 公孙在管 充满呢 是后膝瘤在管 润脉是 涅瘸在管 充满就是 公孙 公孙瘤 充满和任脉的都起于包宗 好 在里面的时候 顺着脊椎骨里面的时候 走在这边 那在正面上 扶着表面上的时候 是 肾 好 肾 好 所以他后来 我们说充满者 起于气冲 实际上源头 跟任脉都一样 来自包宗 所以说 我们开始知道 这个任督二脉 都是在包宗这边 那个 源头在这边 所以我们在打坐练气的时候 尽量把气 沉到那个地方去 好 那我们在练功夫的 练打坐的中间呢 会产生很多经验 这个经验是让你吞下去的 不是让你吐掉 这经验是非常好的 这经验 你一吞下去 如果是经验的时候 打坐产生的经验 你一吞的时候 这个经验的时候 就会入肾 跑到你的先天上去 那你这棵树的根 就会更强 好 根就会更强 好 那 由于这个充满呢 沿着两边上来 直接包围到心脏 经过胃 胃在这边 他也经过胃 经过心脏 又经过肺 所以 胃心胸 胃有问题 也可以在这里治疗 气喘 肺有咳嗽 心脏有脚痛 全部可以用充满去治 就是因为充满是这样子 那充满有公孙穴在管 那里面的穴道 你到看看就好了 因为它跟圣经是同样的穴道 好 再来呢 代脉 这个八十四页 最后要代脉 代脉是灵气在管 脚的灵气穴在管代脉 灵气穴 那代脉呢 你看起于腰的那个季乐 好 回生一周 就是刚好在第十四页一回 好 我们临床上看的时候 好像有 看起来有三条 第一条在中间 第二条在下面一点 好 三条 直接落在腹部 下针的手法都是 扎灵气 主要的症状 上腹肚子胀满 好 腰肉 好像坐在水里面 下针坐在水里面 的感觉 好 回生一周如带影 那三个穴道 代脉五十五一道 那我们治疗代脉的病 就是一个穴道 灵气穴 好 灵气穴就可以吃 专治蛋脉的病 第八十五个呢 羊桥脉 羊桥脉呢 取一根中 在外怀柔上来 好 那生脉穴在管 就羊桥 好 那羊桥脉的西穴呢 就是富羊 这都是重点 你们可以参考 那 乔麦呢 阴缓而阳急 如果 中风的病人 什么叫阴缓阳急 这是脚 乔麦在外面 脚缓外翻 外翻 这个阴筋呢 阴乔麦送的脚外翻 阳是绷紧的 阳乔麦的病 阴乔麦反过来 如果阴不 这个阴筋很急 绷在里面 就是内翻 有没有 两个脚内翻 外翻 这样子 这是重风 那有的人是外八内八 也是乔麦的问题 外八内八 这个乔麦直接到身上的时候 他从一路从 那个 身脉上来 横跨过胆经跟肝经的中间 抱歉 胆经跟那个 那个 那个膀胱经的交接上来 一路上来到背后 到头部去 所以病人如果跟你陈述 我脚痛 你痛到哪边 给我看 他这样一条线的指下去 你看 奇怪呢 这边是胆经的风势 后面是膀胆经 他都不说就说在中间 这个没有 没有这条经 你在骗我 不是 杨乔麦 只要不在正经的 在两个经的中间 在腿上的 大部分人是乔麦 那有时候我治症的时候 有时候很忙的时候 那病人也讲不清楚 反正我就是 他手一个巴掌 我就是这边中 好 我这个胆经 膀胱经 乔麦一起给他治 整个啰嗦嘛 不然跟他扯不清楚 有一位老太太跟他讲 你问他个问题 他花了二十分钟答 这个问题真好 讲了二十分钟 重点还没讲到 所以我们遇到 老先生老太太 你真的很累啊 跟他说 你大便如何 你 我这问题问得真好 我在 想当年 五十岁以前 五十年前 我第一次结婚的时候 结完婚就便秘了 离婚以后下密 好 我说你不要 你告诉我昨天 昨天怎么样 他们有时候 因为无聊 满边的人讲话 所以你一开口 哇 这个问题太好了 他就开始讲 那你连续不断的 讲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话 他一直回答同样的话 这是震生 是一个虚震 听我们老师在讲这个 虚震 以后我们讲 上汉军会很好玩 里面很多很多自证 还有一些临床 实务上的经验 再来呢 这个 樱桥麦 樱桥麦跟羊桥麦 正好是一个内一个外 一个外面是深麦在管 里面是赵海穴在管 那由于有桥 周围看到桥是竹子边 抬腿啊 左转右转 就是靠出桥麦 好 桥麦 那 人呢 往前行 就是阳 往后退 就是阴 所以 如果阳急的时候 阴缓 除了阳急 阴缓的外翻以外 有的人呢 往走路的时候 往前三步 他走三步要退两步 阳急 阴缓 那有的人呢 阴急 他走一步要退两步 这等于是道路走 那什么毛病啊 我怎么搞的 为什么往前走一步要退两步 有这种病啊 还有人往前走 停不下来 就直接就装到墙上去 他一到碰到东西 才会停下来 就是阳急 那阳急的话 我们在 羊桥麦上 阴急的话 我们在阴桥麦上治疗 那你下针也可以 揪也可以 这种病在正经上没有 都在旗经上面才会有 那阴桥麦呢 走内鲁 一路上来 走着 沿着这个 这个 内鲁 一直上 到咽喉 那中间的抽麦 有相交的地方 麦 到咽喉上 所以说 这喉咙这边呢 任麦经过 鹰桥麦也经过 所以我们下猎切 加赵海 任何的猴病 都可以知道 那我不管你是 扁袍腺发炎 还是 甲状腺功能抗净 那西医呢 不管你是抗净 overactive 或underactive 它 central 它的药是一样的 都是central 同样的药 它跟你说 抗净也是这个药 说太低也是这个药 所以西医很好玩 那中医呢 不管你是抗净 还是什么 我们辩证论治 辩证论治 喉咙的病 统统可以用 夜缺赵海 尤其那个 甲状 那个 那个扁桃腺发炎 那漫性猴头炎 那个你下的队的时候 夜缺赵海 下去 它当场躺到病床上 就 哦 好舒服 喉咙痛就去掉 就这么快 好 尤其漫经的猴头炎 唯麦 阳唯 还有阴唯 阳唯麦呢 把所有阳经呢 它围在 这个 它把它抱在一起 因为我们有唯麦 所以 我们可以控制 可以维持 所以你如果这样子想 观念是这样子 震惊在走的时候 好像我们那个盖个 那个 用竹子去盖个鸡的笼子 怕鸡跑掉啊 盖个笼子 那你只插了直的 你没有用横的 给它绑起来 那鸡照样跑啊